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现在早上7点12分41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强烈大陆冷气团真的来报道 其实从昨天由北到南越晚越冷 我想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了 今天的清晨有一些地方 比较沿海空旷地区出现的低温在10度以下 那么还不算是寒流等级 但是已经是极为接近寒流等级的冷气团了 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么最冷的时刻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清晨这个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白天因为各地都是干冷 所以白天可以看得到阳光 只是这个阳光你在阳光底下 你会觉得稍微温暖一点 但是呢阳光无法照射的地方 比如说崎墙下啦 大树下啦 你就会立刻感觉到那个冷空气的威力 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太阳而掉以轻心 那么今天呢 全台湾各地都是干冷 那白天呢会稍微温暖一点 所以早晚温差会很大 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受到了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温度下滑的速度也会非常的快 明天清晨呢 还会有一波的低温 那么到了明天的白天 才会感受到逐步的明显的回温 礼拜天呢会好一点 这样的天气形态呢 就会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二 下一波的冷空气来报到 好所以明天 好像其实明天白天呢会逐步的回温 礼拜天呢 其实是蛮舒适 然后偏温暖的 但今天呢 白天如果见得到阳光的时候呢 还是要注意哦 不要被阳光骗了 基本上呢还是偏冷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不超过20% 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音量比较多 有20%的降雨几率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以及离岛的金门 马祖澎湖地区降雨几率都是零 好那么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 11到14度 中部地区是12到21度 南部地区是13到24度 东部地区是11到17度 澎湖地区是14到17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澎湖现在都只有14.6度 台中13.6度 台南13.7度 高雄只有16.7度 宜兰只有14.2度 刚刚这几个地方你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那个温度大家都在13到15度之间 其实是偏寒冷的 而花莲台东呢 目前也只有16度 请大家多注意呢 保重自己的身体 其实全台湾各地呢 都有可能出现低温 而且不是只有北部地区寒冷 因为呢 它是干冷 要特别提醒的是 沿海空旷地区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那么四大指数在前一天大跌之后呢 昨天都出现了反弹 道琼贵指数上涨了300点 刷盘指数是30603点 涨幅0.99% 纳斯达克上涨了66.56点 刷盘指数是13337点 涨幅0.5% S&P指数上涨了33点 刷盘指数是3787.38点 涨幅0.98%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59.99点 刷盘指数是2935.12点 涨幅高达百分之2.09% 好那么美股四大指数呢 都反弹 反弹的幅度呢 大概是前一个交易日的一半 那么能不能持续反弹呢 将是这一波修正能不能结束的 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另外呢 美国股市里头最近的这个很多的情势变化 引起了全世界的讨论 而且是全世界的参与 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先来看五大科技公司 苹果跟脸书昨天都公布了财报 财报其实都优于预期 但股价都下跌 苹果呢下跌了百分之3.5 脸书下跌了百分之2.62 而阿发贝呢 则是上涨了百分之1.88 亚马逊小涨了百分之0.16 微软上涨了百分之2.59 台股的ADR呢 也同步的反弹 台积电上涨了百分之3.36 联电上涨了百分之0.54 热光上涨了百分之0.73 中华电信上涨了百分之0.69 好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看到 我们大致看到他们的表现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提到的就是呢 美国的散户大军 其实不是美国而已 它变成了全球运动 全球的散户大军 然后呢去嘎空法人的做空股票 所引发的各式各样的 这个历史上不少见的状况 那么其实现在成为 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油气货价格下跌了51美分 美铜的报价是52.34美元 跌幅百分之0.96 北海布兰特原油下跌了43美分 每铜的报价是55.10美元 跌幅百分之0.77 而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下跌了21.50美分 每铺是1353.25美分 跌幅百分之1.56 而黄金的部分呢 小跌了7.7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 1841.20美元 跌幅百分之0.42 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银 白银呢 它的这个期货的价格 上涨了53美分 涨幅百分之2.1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每盎司是25.922美元 盘中呢 曾经一度来到27.10美元 那么白银的上涨啊 其实这背后呢 跟我们要注意的很多 比如说像GameStar啦 或者AMC啦 这些乱象都有关系 因为呢 现在在那一个散户论坛当中呢 点名了两家公司 两个标的 一个是美国航空 另外一个就是白银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呢 倒是下跌了0.26个百分点 来到90.429 至于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涨跌互见 英国金融市800%的股价指数呢 继续下跌了41点跌幅 百分之0.63 不过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则是上涨了50点 涨幅百分之0.93 英国是下跌的 下跌41点跌幅百分之0.63 法国跟德国上涨 法国上涨50.90美元 50.90 涨幅百分之0.93 德国上涨了45.47点 涨幅百分之0.33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美国昨天所交出来的经济 成绩单其实并不好有好有坏 有喜有忧 从这个去年第四季的表现来讲 不如预期 去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的 计增年率是百分之4 这比预期的百分之4.1要来的低 当然远远的不如第三季的时候呢 从谷底回升的计增年率百分之33.4 这里面呢主要不如预期的原因呢 就是消费者支出 消费者支出的计增年率只有百分之2.5 这一点呢不如预期 好不过呢就业市场倒是表现的还不错 那么上周初次情领失业救经人数呢 跌破了90万人来到84.7万人 这个比前一周要来的减少非常的多 也比预期要来的少很多 比预期少了将近三万人 另外呢连续情领失业救经人数呢 也跌破了500万人来到477万人 所以呢虽然美国现在的疫情 还是非常的严重 但是从就业市场来看的话呢 已经有了好转的迹象了 好所以这是就业市场的一个情况 另外呢我们就必须要来看到的是 散户 嘎空 大户 这件事情呢成为全球的 全球散户运动 那么当最受瞩目的就是呢 GameStar这一家游戏的平台 其实这家游戏平台 它是一家亏损累累的一家公司 那么但是呢因为华尔街的大户呢 很多的法人大户呢 做空这家公司 那么于是呢在一个散户集中的 一个网络的论坛 Ray Dick论坛 它里面的Wall Street Bags Wall Street Bags呢里面的乡民呢 就开始要嘎空法人大户 那么于是呢就号召所有的散户买进 使得GameStar的股票呢 在这个礼拜来飙升了四倍 百分之四百 今年以来飙升了十七倍 升了百分之十一千七百五十 百分之一千七百五十 好那么不过呢 今天清晨的时候呢 GameStar的股价 还有这个其他被点名来 作为嘎空大户的这一些个股呢 包括了像AMC 还有BestBest and Beyond呢 通通都暴跌 那么这个GameStar呢 暴跌了百分之四四 而这个AMC呢 暴跌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六三 一天跌一半 那么那么BB&BY呢 它呢是暴跌了百分之三十六点四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这一些Radio的论坛上面的乡民 他们最喜欢去交易的一些网站 那那些就是比较低价的 这个低手续费的这些网站 包括了像是RobinHole啦 罗宾汉啦等等的这一些网站呢 现在对于买卖这些个股 都开始提出了限制 包括了像RobinHole的这些网站 IB盈透证券 家信理财都限制了 GameStar AMC 还有Cose这一些股票的这一些限制 所以现在散户呢 开始点名呢 转向的这一个这个嘎空股呢 是美国航空以及银 这个就是白银哦 那么使得白银呢 的价格呢狂涨 然后另外呢 也使得美国的航空 美国航空的股价呢 一度飙升百分之三十一 这不是只有美国有的现象 事实上呢 他们从网站上面发现呢 印度的当冲客呢 也都进入了美股当中呢 来投资这一些嘎空个股 而澳洲的矿商GME 因为它的名称跟GameStar很接近 所以呢也一度飙升百分之六十 而在欧洲呢 被法人放空的URW 同样飙涨了超过百分之二十 在日本被法人放空的乐天 还有婴儿用品的背清 股价呢也是狂涨 那这一个散户 嘎空大户这件事情 未来在金融市场 势必造成短期的波动加剧 这一点呢 很值得观察后续的效应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中美之间 那么涉及军方关系的 这些大陆企业的禁令 那因为这里面有很多 至爱难行的地方 因为有很多的名字 你不太能够确定 他是不是被点名的 这四四家的公司的子公司 所以呢 美国财政部最新的行政命令 就是呢 只有这四四家 跟他的子公司呢 禁止投资 如果是名称类似 或相同的公司呢 可以先不禁止 那么一直延期到 5月27号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财政部呢 昨天公布了2020的财政 那么负债率呢 在去年明显的上升 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 达到了25.66兆元 而这人民币 好 那么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呢 达到了20.89兆人民币 两者合计呢 已经达到了46.55兆人民币 占GDP的比重 已经来到了45.8% 所以呢 大陆的财政部呢 提出了财政赤字恶化的警告 而另外一方面呢 人民银行的金融研究所所长 周成军在最新的研究报告呢 表明人民币应该还有升值的空间 它是根据货币的相对购买力 经常项目的盈余 经常涨盈余 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还有资本和金融项目呢 所产生的外汇对冲等等 几个指标 认为人民币还有升值的空间 好 不过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 受到美股的大跌冲击 亚洲股市全面的重挫 那么也都下跌 上阵指数大跌了68点 跌幅1.91% 收盘指数是3505点 而深圳城市大跌了500点 收盘指数是14913点 跌幅3.25% 香港恒生指数 更是暴跌了746点 收盘指数是28550点 跌幅2.55% 全球的股市都从高点 大幅度的滑落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也是大跌了285点 收盘指数是15415点 跌幅1.82% 跌破了月线 这是去年11月初以来呢 首度的跌破月线 那么能不能够很快的 回到月线之上 并且站稳 是多空很重要的 短线观察指标 成交金额3593亿元 而OTC市场呢 大跌了3.65点 收盘指数是183.09点 跌幅1.95% 这里面外资呢 昨天继续的卖超台股 卖超了325亿元 连续五个交易的卖超额度 已经达到了1220亿元 而投信呢 小幅买超15亿元 这个自营商卖超19.4亿元 也受到了外资持续卖超的影响 昨天台北新台币呢 也贬值了4.2分 来到28.422 这是一周以来的新低 好另外呢 这个新台币呢 不断的升值 那以及呢 现在的地利率的情况 会被出现改变 中央银行呢 昨天公布去年第四季的 里坚士的会议记录 从这个记录里头呢 有两个重点值得观察 第一个是 已经有两位里士 对于长期低利率 表达了关切 而且认为 如果经济已经出现了好转 而且这个整个的这个景气 已经回到了绿灯以上之后呢 可以考虑升息 当然不是短线 但中长期可以考虑升息 好这个呢 对于购物族来讲要特别注意 好另外呢 则是中央银行提出 理事们提出了警告 新台币不断的升值 因为半导体很强 但其中其他的传统产业并不强 那么会不会因为半导体的强 而新台币不断的升值 导致其他的传统产业没有了竞争力 这个号称叫做荷兰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